欢迎来到兴建大学学院陈六史图书馆 我将为各位同学讲解图书馆的调柜与服务 Welcome to New Era University College The library briefing will be conducted mostly in Chinese So for those who do not understand Chinese Please refer to the English explanation in the slides 以下是图书馆的开放时间 任何调整将在网页上公告 接下来将给大家一些入馆前的提醒 Next, I will brief about some reminders to enter the library 学生必须携带本身的学生证入馆开启图书馆的智能门 请注意入馆必须保持输尽 维护馆内清洁 手机调制静音 以及端装整齐的服装 任何类型或大小的书包或背包是不允许带入出书馆 包括手提包、电脑包、环保袋等 您可以将包包置于馆外的书包架上 规众物品如钱包、手机、手提电脑、已接触的书 请随身携带 请注意,馆内禁止饮食只有白开水能够带入馆内 离馆前请让馆员检查您手上的书籍和物品 相机可以寄放图书馆柜台 但必须附上学生证并限时15分钟 如果有任何遗失或损坏,本馆该不负责 图书馆在防疫期间将有一些新的措施 防疫期间,大家必须自备口罩入馆并且全程佩戴口罩 馆内必须要维持1.5公尺的社交距离 如果您的额温高或等于37.5度 我们将禁止顶入馆 禁馆前必须自行使用消毒洗手液设备 然后我们也会暂停校外人士换证入馆 以及贵宾参观与导览申请 电子钱包将代替所有的现金流动 包括预期罚款,影印,会员申请等等 如果因为疫情导致图书无法归还 线上续接或者是预期等问题 请随时联络柜台 接下来继续为大家讲解阅览季节约规则 学生可以借20本书为期一个月 硕博生可以借30本书为期也是一个月 必须凭自己的学生认借书 您的证件不可转借别人使用 户口借满或者是有预期书本 不可以再借或者是续借其他的书 您所借的书已经到期之后 只可以再续借一次 你可以选择线上或者是柜台续借 借出的书如果是遗失或者是损坏 必须负责赔偿 赔偿的方式有两种 第一,如果那本书可以再重购的话 那学生必须负责购回原书 以及加手续费5令吉 如果这本书已经是绝版或者是无法重购的话 那么根据书本的原价 如果书本低于或等于50令吉的话 赔偿余率是150令吉 如果是高于50令吉的话 必须赔偿原价乘3倍 如果您遗失了书籍 请马上到图书馆柜台填写表格 办理图书报私手续 现在将介绍图书馆的其他服务 Now I will introduce other services available in the library 首先,全馆都有提供Wi-Fi 你可以使用自备的电脑或者是手机来连接 我们也有提供一个电脑区 拥有27台电脑,可以自由使用 另外,第一台电脑也提供一个扫描器 可以让你扫描图案 存入自备的PenDrive 另外,我们也提供自助室的一卡通服务 位于底楼 你可以带学生证到柜台充值 服务包括打印、影印和扫描 一次充值10令吉 可以打印或者是影印100页 图书馆二楼也有4间讨论室 可以容纳12到15个人 你必须要有5位或以上的使用者才可以申请 申请方式试到柜台填写表格 然后再将学生证交自柜台 以领取钥匙 但在防疫期间,为了保持社交距离 我们将暂停此服务直到另行通知 图书馆底楼也有指定参考书区 指定参考书就是每个学期各系老师所提供关于每个课程的指定参考书 指定参考书只能够管内参阅不能外借 接下来会给大家一些OPEC使用说明 OPEC就是我们的图书馆查询系统 以下是图书查询系统网址 您可以在图书馆网站找到连接 这是我们OPEC网址 您可以找到这个网址网址 接下来我将为大家示范如何找书 首先我们来到查询系统的主页 你可以看到这里有快速查询 快速查询就是你只要打书名 然后按查询 就会比较快的找到你要的书 或者是你可以用图书查询 你可以用书名或者是作者 或者是书名加作者来找你要的书 我们现在来尝试一下 然后我按查询 就会找到刚才我所输入的字 有相关的书本 找到书本之后 我们要留意的就是现在这本书的目前状态 书本的目前状态可以分为几种 第一就是可流通 可流通就是书本在馆内 可以自由参考或者是借责 第二就是共参考 共参考代表的是参考书 不允许外借 第三个就是已被预约 已被预约的书是此书本已经被别人外借了 再被另外一个人预约 书本回来的时候将保留给预约者 第四就是已被外借 已被外借代表的是书本不在馆内 已经被别人借走了 还有一种就是处理中的书 处理中的书代表这本是新书 管员正在处理中 等我们处理好之后 我们的目前状态将会调整成为可流通 找到您所要的书之后 请留意这本书的所书号 就是圈起来的这一个号码 你必须要靠这所书号到书架上去找书 这就是OPEC的标签我们的标签 所以您可以做一个标准的标签 按键的标签和按键的标签 然后按键的标签 或者您可以使用这个标签 按键的标签 使用标签或标签或标签或两个字 所以让我们试一下 然后我按键的标签 所以这就是结果我的标签 例如这就是这个标签我需要 现在我需要查看 准备的标签标签的标签 我们有几个类型的标签标签 例如你可以看到标签标签 标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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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签 或者标签,标签 你也可看到标签标签在标签 后你找到标签你需要 你需要标签标签的标签 你需要用标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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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 就要先设置VPN,跟着这里的步骤做,才可以开始使用电子资源。 我们的电子资源主要是提供硕士博士论文和一些研究报告。 这些报告都会帮助学生参考书本以外的资料。 For the e-resource, this is the list of the e-resource provided by the library. If you are in campus, just connect to the campus Wi-Fi, and then you can click the links directly. But if you are off campus, you have to set up the VPN before you use them. Just follow the steps over here. So, our e-resource normally provides the master and PhD thesis or some research reports that can help you in your assignment, as a reference. 接下来我将示范给大家看如何进入自己的个人借数记录。 Now, I will teach you how to check your user account status. 我们一样来到OPEC的主页。 在下面这个其他功能这里有一个个人借数记录。 我们点进去。 它会要求你输入学号和密码。 假设这是我的学号。 然后,我再输入我的密码,按登录。 我就会进到我的个人借数记录。 所以,这些是OPEC main page again。 你继续到其他服务。 然后,你会看到, there is one user's account status。 Click it, and then it will ask you to log in by using your student ID and password. So, you just enter your student ID and your password, and then you click log in. So, now you are entering your user account status. 以下是我们的个人密码取法。 我们将取你的姓氏以及名字后面的首两个字母作为你的密码。 请参考以下的例子。 This is the password setting for the user account status. Please refer to the examples we given below. 我们也鼓励你更换你的密码。 你可以在这里看到更换密码的选项。 点击进去,填下你的学号,现有的密码,新密码,然后再确认一次你的新密码。 然后再按更换,这样就可以了。 We also encourage you to change your password. You can come to other services. Click on change password. Key in your student ID, current password, new password, and then confirm again for your new password. And then you click change now. 接下来将教大家如何续借户口里面的书。 Next, I will teach about how to renew the books in your account. 首先,登入你的个人借数记录。 你可以看到目前你所借约的书本。 接下来,选择你要续借的书。 打勾,然后点击续借。 系统会请你确认是不是要续借这本书。 再点击OK。 这样,书本就会续借成功。 系统会提醒您新的到期日。 记得要把这个到期日记起来。 记得,续借过的书将不能够再被续借。 那么,当时,书本不价值得在书本。 当时,书本就在书本資上。 それ以后,书本不价值得硬书。 你得上要וא�foot计。 恭续借购,如果书本不价值得出。 既然,书本不价值得出。 就会要按钮来订阅。 所以,书本不价值得递取。 然后,书本不价值得租的书本。 然后,书本不价值得租用。 接下来我将示范如何预约书籍 Now I will demonstrate how to reserve books using OPAC 要预约的书目前状态必须是以备外界 比如说这一本 然后我们要点击它的登录号 看到书籍的资料 确认它目前状态以备外界 然后再点预约 输入你的学号以及密码 然后再点预约 它会显示预约成功 以及它有可能回馆的日期 如果书本提早回馆 我们会发email通知 你收到email之后 记得在三天里面到柜台去借约 The book that can be reserved is the book with status of borrowed for example like this one then we click on the book ID we check on the book items and then we double check that the recent status is borrowed click reserve key in your student ID and password and then click reserve now the system will tell you if the reservation is successful and then you have to check your student email because the library will tell you when the book is returned the library counter will help you to reserve the book for three days 接下来将教大家如何取消已预约的书籍 next i will teach you how to cancel the reserve books 首先登入您的个人借约记录 选择你要取消预约的书本 点击取消预约 系统会提醒您取消预约成功 这样就可以了 log into your user's account status click on the book ID that you wish to cancel reserve and then just click cancel reservation the system will remind you that the reservation is cancelled successfully 关于图书馆的规则详情 你可以参考学生手册或者是图书馆网站 for further details please refer to the student handbook or log on to our website